对戒律不敢 像从前那个观念了 我晓得是吧 这是凡根神 它不是我们这个世间这一般社会 这有心有割 它这个不能改变 有何况四个根本界 那极西一看其他宗教通都有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日 这是根本的 那做人一定要这样才对嘛 所以以后晓得说这个戒律是信的 圣人你看 实在讲 戒律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 就释迦牟尼佛平常生活 处世待人皆无 你看记录下来 那就是戒律 那就是一个真正达到最高境界的 所以你看他的生活 他对于工作的态度 他处世待人皆无 我们要学 去学佛 跟谁学呢 是释迦牟尼佛学 学释迦牟尼佛这个生活态度 工作态度 厨师待人皆无的态度 在哪里 就是戒律 那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了 不能把它看作我们中国的儒家的离来看待 我原先把它看成这个同等看待 那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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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理确是每一个朝代不相同 有心有格 那么说到这个方面上 那就是这个生活的规范 你就是说理论的落实 你学那么多道理 你要在生活上用不上 那就所学非所用 你学得干什么 学了总要去用 就用在日常生活上 真正的受用 那个代表就是说 经变成了生活 就叫做戒 而戒这个日常生活就是经 经的落实 这个经经的落实 所以到以后啊 深入之后啊 古人讲的话是很有道理 禅呢 是佛心 戒呢 是佛神 佛的神 神啊 经是佛的言语 那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 啊 所以是你要学佛 你有禅的心 你决定有这个这个 言语的经 决定有神的戒 这一二三三二一 有一个一定有三个 嗯 尤其是上面一定是 包括下面的 戒律是最基层的 嗯 你说你禅安定没有 经教不同 你先学他的身 你学他的样子 嗯 你从这学起 嗯 因为那个太深了 你很难理解 你先去他 你看他怎么做人 你就学他这个 嗯 嗯 你就很得受用 嗯 这才恍然大悟 再搞清楚 搞清楚 再是重视 回过头来 才学着 所以老师过世了 所以老师 我很感激老师 嗯